美国联邦中医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 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来台 蔡英文总统在上午10点接见了盖拉格访问团一行 那盖拉格他也特别提到了威权统治正在迫害自由世界 今天自由是在攻击 由于公共产党的攻击 我们必须要比较更严重 如果我们想要把这种自由的责任 我们将会给到最后世代的责任 欢迎蔡英文总统卸任之后到威斯康星州参选 加入美国的政坛 不过又开玩笑的说蔡英文应该是资历过高 那这是美国国会中国特别委员会首度组团成员 就包含了两党重要的议员 像是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克利虚娜莫提 还有联邦的中议员穆里娜 还有联邦中议员莫顿以及强森等等 那盖拉格访问团下午也会去拜会立法院长韩国瑜 我们再来看到国民党的屏东县议长的周典论 他是因为替郭台铭参选总统连数 涉嫌违反了总统副总统选罢法 连数行贿罪遭到收压 平庸地检署侦查终结之后 周典论是被依照总统选举罢免法起诉 另外潮州政长周品权等四个人则是还起诉 案小组侦办周庆被告等五人 涉嫌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87条 第一项第二款交付贿赂 而使人为特定被连署人连署案件 业金侦查终结 于民国113年2月22日 依法对周庆被告提起公诉 令陈庆被告等四人则为还起诉处分 殷勤法院沈卓其汇选行为强害民主政治之正常发展 以金钱影响联署及选举知情境实悲组取 且否认犯刑 难任由回物之意 殷勤法院从中量刑 以示警惕 令陈庆被告等四人 亦涉嫌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87条 第一项第二款交付贿赂 而使人为特定之被连署人连署罪嫌 沈卓、陈庆被告等四人 诉刑尚可 犯后坦诚犯刑 权衡刑法第57条所列各款事项及公共利益之维护 任以还起诉处分为适当 陈庆被告等四人之还起诉处分期间均为三年 并应于还起诉处分确定之日起六个月内 分别向公户支付新台币 10万元至50万元之还起诉处分金 台湾跟印度签署了移工合作备忘录 外界炮轰说了10万名的印度劳工恐怕会冲击到国内的产业 抢台湾人的饭碗 更有专家爆料了民进党引进印度劳工的背后 牵扯的是上亿的仲介利益 台湾跟印度确定签署引进移工MOU 现在在台湾的外籍移工人数达75万人 却有超过一成约8.6万逃逸无踪 政府急着从印度引进想填补缺工漏洞 网友质疑凭什么让老板回避调心 让印度人来讲台湾人的工作 有人爆料引进印度劳工是因为背后涉及庞大利益 光是依照劳动部的公开资料显示 台湾的仲介公司可向移工收取每年约2万元的服务费 另外再向雇主收取每年2千元 还会再加上一笔移工第一个月薪水的介绍费 想拿到国际仲介背后的庞大利益 恐怕还得有特殊关系 做人力仲介的都要有政治关系 不然拿不到这样的配额跟执照 所以过去一段时间台湾的执政党很多的政客 从中间拿到了不少的好处 推分到印度移工 就显然有人在做这个生意 政策的管理薪制的调整 有没有从这方面去突破 而不是动不动就是用引进的方式来解决所有的问题 每一个劳工他所收的服务费其实都不低 10万后面的是破亿的金流 感觉执政党执政之后就是处处 只要有得捞的地方就想要去捞 去年10月间一名印度籍男子酒后闹事 在台北市当街想要掳走三岁女童 吓得女童母亲跟男子爆发拉扯 更有网友担忧 印度每15分钟就有女性遭到侵害 台湾引进印度劳工恐怕成为性侵之导 难道要用治安来换特定政客的政治利益 引进异度义工的背后 不知道还藏有多少政治秘密 接下来终身的语剧 SNG要台北部导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